国民党额力院党团在昨天召开记者会批评 现在物价不断的飙涨 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表示 猪肉价格不断的刷新记录 逼近牛肉的价格 两块鸡胸肉也都涨破了200块钱 好 现在国产还有进口的价格全部都在上涨 因此呼吁民进党应该要拿出具体的办法 实现温暖坚韧的内阁 不要只会口号治国 口水治国 民众额力委陈婉慧也批评农委会 已经造成了政府 生产者 消费者三叔的局面了 好 继续我们还要来看到缺蛋的状况 农委会都已经进口上一颗的蛋 但是有不少民众还是得一大早排队去抢蛋 痛骂简直太荒谬了 而立法院这个时候 通过了农委会升格农业部的初审 主委陈吉仲感动到一度哽咽 网友看到这个画面之后立刻怒吼 大官哭什么呢 缺蛋 猪肉价格上涨 才让民众很想哭 说已经进口几一颗进口鸡蛋 但农会一大早还是大排长龙 两百多张号码牌发下去 不少民众痛骂荒谬 怎么永远要抢鸡蛋 海边6.6就来了 看他来几项 有时候买不到 还是缺啊 南部鸡还是不稳定 所以还是缺蛋 但还未解蛋价还是狂飙 更扯的是 连猪肉价格都飙破99.96元 逼近100元大官 比去年同级了78.7元 长幅讲仅三成 当民众荷包 因为猪价长 但价长狂失血 被骂到臭头农委会主委 这一天却因为农委会 升格为农业部的法条过关 感动到快喷累 首先谢谢 找回留建国委 安排这一个 农业部的组织 其实我没有说要讲话 不知道是不是想到自己 马上要从主委高声变为部长 陈其中回到座位 还感动狂事类 网友嘲讽比起陈其中 碰到弹珠狂长洽的百姓 才想哭吧 是护航来猪过关 又能升官当部长 陈其中喜极又喜吗 死猪不怕开水烫 永远赖在那边 死赖的不走 就是在等这一天 等着有一天 他能够荣升为 全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任的农业部长 不是答应我们三月底 就要解决蛋的问题吗 为什么还要在排队买蛋 陈其中出卖台湾的农业 换来自己个人的官位 还在那边感动得痛哭流涕 真的是很想吐啊 台湾的农民才应该哭吧 是台湾买不到蛋的人才应该哭吧 是因为猪肉价格上涨 而受到损害的人民 才应该哭泣吧 身为官员 无能解决问题 却还在那哭 到底哭什么哭呢 难道进口莱猪 就算蛋黄猪肉掌 百姓的痛苦总统 似乎视而不见 接着张老师 续过好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布局2024选战的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副总统 就是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 在昨天参加了 台南新生命小组教会的开幕式 教会祝福他更上一层楼 成为上帝的仆人服侍人民 赖清德当场已经说了 未来不管在什么位置 都会用仆人的精神谦卑来服务国人 让国家越来越好 年轻人看见希望 老年得到幸福 弱势者能够得到照顾 国人到桃园旅游的旅次 连续五年都位居六都之末 因此呢 外界常常说真的是最难玩的城市 部分党派议员都认为 桃园的景点缺乏串联 甚至前市府争取了前瞻预算 赤资42.5亿元盖场馆 依旧是没有办法提振观光 因此外界批评了生孩子不会养 不过呢 官吕局坦言过去 各个局处各司其职 现在呢 市长张善正已经下令 组成一个跨局处的观光汇报 系统性的盘点整合资源 希望能够共同来行销桃园 另外呢 这是民众党立委 陈晚会日前披露台言的前董事长 民进党的前中职委陈启玉 高雄骑山的千坪农墓地 上违法盖豪宅 结果昨天再度爆料了 陈启玉的邻居包含了 民进党的全国党代表李壮展 跟高雄市府顾问林鹤瑶 等等的绿营权贵 他们同样也在农地上违法盖建物 陈启玉前民进党的这个宗职委 前台言董事长 就是齐山的这个豪宅 长期违法之后呢 高雄市政府呢 我想大家也看到 他这个不痛不痒的 罚了十万块 农业局的同仁 同时也发现 就临近了两块农地 也有违法的这个建物 第一位 这是李壮展先生 他是2022年当选民进党全国党代表 下一位呢 是叫做林贺瑶 他也是民进党的全国党代表 刚好是我们陈其迈的金主 同时这位党代表呢 他也是高雄市府的一个顾问 他的这块地呢 稍微远了一点 但是在陈启玉跟李壮展的旁边 一样是农牧用地 在高雄市政府呢 跟农委会 这个相关的资料里面 一样是没有登记任何的建物的 我认为高雄市政府 还有监察院都必须给出相关的一个交代 第一点 高雄市政府对于这些破坏农地的违法的豪宅跟建物 什么时候才要拆 不是只有罚十万块 轻轻带过就可以了事 第二件事情我要问监察院 针对绿营权贵的这些违法的这些建筑 要不要调查是谁在滥权护航 还是因为陈局陈院长 陈清是所谓的座上兵 所以就不敢查 民进党资深议员王世坚 宣布要投入台北市的第二选区的选战 挑战现任立委何志伟 获得英系成员的力挺 好 何志伟的部分不示弱 10号这天找来了党主席赖清德的子弟兵 新系立委郭国文和提扫街 高喊我们都是信赖的 而且还开枪对手 小我不要乱大局 不过呢 王世坚方面也已经说了 政治生命剩下几年而已 我再选就这一次就要退休了 当然过去在立法院 有些事情没有做到有些遗憾 希望这一回能够回到立法院 来贡献自己的政治经验 何志伟合体赖系立委郭国文 打出信赖牌 王世坚早几天同样脸书喊话 信赖台湾 要比谁最挺赖心得 但事情不单纯 当初王世坚就是在 英系要脚力挺下登记参选 此刻高喊信赖先的耐人寻味 人物说什么做什么不重要 此刻我们都信赖 信赖台湾 没有什么派系的问题 小我不要乱这个大局 一切以大局为主 不要把力气浪费在党内 同类托办没有办法达成 要如何信赖台湾 王世坚嘴上喊信赖 可是他的参选 却是对赖清德提出了 诚信条款最大的挑战 我认为这个条款 基本上他抵触了党的提名规则 他这个是无效条款 不必用了他 而且如果是赖主席来协调 那也会对其他局不公平啊 那当时候就有这个诚信条款 那他就一直在对党中央 在murmur 在那边讲懂讲信 诚信本来就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结果他居然说 诚信这两个字 居然是在羞辱他 我感到非常的愚悍 要赖清德不必出马 王世坚就是要选到底 更打出敬老尊贤牌 预告这一仗 是他政治生涯的终局之战 政治剩的时间生命 我大概就剩这几年了 我刚才想 我再选就这一次了 既然他要退休了 那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不要用小我来破坏大局 如果不行的话 那如果不想选的话 那就让年轻人来 结尾大战王世坚 要和何志伟拼个你死我活 背后恐怕还是蔡赖的政治角力 记者彭宜德 蔡平鸿台北三环报导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胺能力 还有德国氧干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